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 不知道他是一个 那么工作狂的人 应该叫他这样说 有些工作程序之下 大家都会吵架 都是为了公事 他对这个菜式和每一样东西 都很严谨的 每一样的食物要求 就要很高的 Aiva的性格是很高 他想做的事 就不知道他会做的 但是一会儿 就要改变另外一个主义 Aiva是香港知名潮州菜餐厅 华院的老板娘 因为她的坚持 还有一事同仁的挑剔 才能维持华院照牌响亮 健康的时候 我们会和师傅 讲回我们的要求 你不会做不紧要 我会教你怎么怎么去做 这位老板娘 为了做到心目中想要水平 很多时候会教训厨师 所以在很多员工眼中 她是难搞的老板娘 在华院做过的师傅 每个都很巴白的 例如八六 甘洞 潮州城 加令南 每个都是做去大找楼 师傅做出来的时候 就不是我华院的要求 感到师傅就走了 在华院找的师傅 都有三四十个以上 老板娘有潮州人的脾气 直率爽快 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所以也要求师傅照他的话去做 讲明了在大酒楼的那一套 来华院派不上用场 有时师傅听到之后 很难以 一个人就突然来 就说你这一天就自己来做 他们处置几十年的老师傅 煮菜多过我吃饭 又是未闷出山的走廊 你既有经验 既有类头 你都要尊重我华院的潮州方位 那你做不到华院的要求 那你要走 我都没有配合的 好像碟鸡蛋 那些师傅在外面走开 就是飞水才来炒的 十个水的鸡蛋是不好吃的 辣 没有脆味 还有没有口感 我们华院的鸡蛋一定要生炒 第一有口感 第二有个脆味 我家都是这样炒的 那才好吃的嘛 华院的招牌菜之一就是好烙 相当于潮州版的鹅仔煎 半煎半炸 为了这道招牌 老板娘可是和师傅们 争到脸黄脖子粗 师傅就跟我说 因为你不用这样做的 我们用个锅炸 又快又脆 你用个锅盆煎炸 很浪费时间的 师傅做出来的蚝饼是很脆的 但是不是我们家庸正宗的蚝饼 我们的蚝饼是外脆内暖 自西到大海潮州都是这样吃的 我们不是自己争自己 是那些吃完之后 提名我们的蚝饼 拿种给我们的 老板娘甚至还轻力轻微 自己下厨做好烙 让师傅们无话可说 为了这间餐厅 她几乎付出所有时间 洗厨房洗厕所 老板娘也会自己动手 把餐厅的卫生打理干净 回家还是继续工作 算账 订菜单 排桌次 忙到凌晨才能洗澡睡觉 我们潮州人是重感情的 当你是朋友 是真的拿个衣服出来做朋友 这样的航迈性格 让华院的口碑口耳相传 很多客人指明要她招呼 甚至还要吃她亲手做的好烙 有时做得很累 然后想休息一下 但是有时想想 有这帮实学敢支持我 我不想令到他们失望 这样呢 万有今时今日 都是靠他们支持 那我怎么累 我都要撑下去 你带来吧 该吧 好的 亚中介绍 我们下期再见 akata